在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回到美国之后 周二她接受了美国电视台NBC的专访 在专访中 佩洛西说 美国不会被中国对她访台的反应所吓倒 反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行为 就像是一个被吓到的恶霸 佩洛西周二在NBC的今日节目中说 仅仅因为习近平有她自己的不安全感 并不意味着我会让她来安排我的行程 佩洛西表示 中国无法控制美国国会议员的日程安排 并且我们不会成为她孤立台湾的帮凶 我们不能允许中国政府孤立台湾 并且她为自己的台湾型辩护 称此行是绝对值得 而谈到中国的经济时 佩洛西说 我认为习近平正处于一个脆弱的时间节点 他表现得像个受惊的恶霸 佩洛西还说 他的台湾型的目的是旨在加强 拜登总统对该地区的关注 尽管白宫以再表示 台湾之行是佩洛西一个人的决定 那么佩洛西的行动有没有帮助到拜登 或者说帮助到美国呢 大部分人是认为没有 相反 佩洛西之行阻碍了拜登 激励亚洲其他国家 联手抗中的努力 从韩国总统尹锡悦在佩洛西访韩期间 避而不见就露出小小端倪 佩洛西走了之后 访问台湾所带来的冲击波仍在该地区回荡 随着中国在台湾周围进行前所未有的军事演习 许多亚洲国家都陷入了沉默 就访台事件本身而言 中国的剧烈反应 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广泛谴责 但是许多政府也认为 佩洛西的访问比较过分 他们不想被夹在中间 在亚洲 只有日本和澳大利亚与美国一起批评中国的反应 而该地区的其他安全伙伴却集体保持沉默 韩国总统尹锡悦冷落佩洛西 印度一言不发 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成员国则急于重申 他们只承认一个中国 马来西亚战略与国研究专家表示 大多数东南亚国家认为 是美国引发了中国完全可以预见的过度反应 这里给东盟成员国的教训是 你必须不断的对冲你的赌注 不知道谁的行动会引发美中关系的下一场危机 美国总统拜登自上任以来 一直试图在亚洲建立一个广泛的联盟 以抵制中国的过度扩张 同时告诉较小的经济体 他们不需要选边站 这与之前川普政府形成鲜明对比 川普向亚洲国家施压 要求他们禁止华为 迫使他们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 拜登在5月份访问韩国期间 公布的印太经济框架 就是这种做法的象征 虽然印太经济框架将中国排除在外 但是美国通过宣称 该框架对北京保持开放 并且将台湾排除在外 成功的签下了七个东南亚国家和斐济 拜登还补充了美国对抗中国的其他举措 包括引入替代一带一路的投资方案 以及加强贸易、公共卫生和网络安全方面的联系 这一系列举动 拜登想要表明 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更加强大 以应对中国 而这种方式 对需要依靠中国来促进贸易和经济的亚洲国家来说 是诱人的 拜登数月的努力 试图让亚洲各国乐于与美国结盟 然而突然之间 佩洛西的访问 迫使亚洲在中国最敏感的问题上采取立场 结果就是 东盟发声表明 敦促最大限度的克制 并且重申支持一个中国政策 东盟的主席国 柬埔寨外交部长说 佩洛西应该为引发紧张局势负责 而马来西亚的诸华特使 在一份支持北京的声明中 谴责佩洛西煽动对抗之火 新加坡的外交部长则警告说 美中之间日益紧张的局势 对世界来说是一个危险的时刻 我知道你们必须竞争 甚至可能对抗 但是这个游戏也与我们都有关 新加坡地缘政治专家说 东盟的声明实际上充分说明了 东南亚对自身经济福祉 被台海危机所破坏的警报 提及一个中国政策的国家数量 是对北京在整个地区 不断增长的影响力的一种试金石 我们就知道了有多少国家 实际上还是偏向中国 中国外交部将东盟列为 在台湾问题上表达了 对中国坚定支持的 170个国家之一 周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王文斌说 与美国及少数追随者相比 支持中国的国家 占了压倒性的多数 而支持或者选择沉默的国家中 有一些原本是美国的合作伙伴 在南亚 孟加拉 斯伊兰卡等国 纷纷表态支持一个中国政策 而印度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 尽管印度是与美国 日本和澳大利亚 组成的四方联盟的成员 但是他的官方沉默表明 他在管理与中国的关系 分析人士指出 没有回应也是一种回应 印度正在回避表明立场 而韩国总统尹西悦 则陷入了最困难的境地 他完全避开了佩洛西 韩国外交部长本周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而在上周 北京刚刚取消了王毅 与日本最高外交官员的会晤 阿佛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专家表示 虽然佩洛西的访问 有助于表明美国对韩国的承诺 但是它也使韩国处于尴尬境地 并且凸显了美国对中国政策的普遍困惑 专家指出 美国缺乏的是其对华政策的连贯性和明确性 这让许多美国盟友摸不着头脑 周二 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召开新闻发布会 在新闻发布会上 他说 中国正在利用 因为佩洛西访台而发起的军事演习 为入侵台湾做准备 他说 中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和导弹发射 以及网络攻击 虚假信息和经济胁迫 试图削弱台湾的士气 演习结束后 中国可能会试图将其行动常态化 试图破坏台海的长期现状 吴钊燮还说 这些举动威胁到地区安全 并且清楚地展示了中国在台湾以外的地缘战略野心 他表示 台湾寻求国际社会的帮助 提供更大的支持 以阻止中国有效地控制台湾海峡 中国方面则指责吴钊燮是台独的顽固支持者 其言论歪曲事实 掩盖事实 解放军东部战区周二表示 将继续在台湾周边海域和空域进行军事演习 重点是组织联合封控和联合保障行动 周二重点演练了制空作战 空中加油 对海支援等科目 一位消息人士表示 周二 台海中线周围继续对峙 大陆和台湾各有约10艘军舰参与其中 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 中国继续试图逼近中线 而那里的台湾军队一直试图保持国际水道的通畅 台湾国防部周二表示 中国继续进行的军事演习 凸显出其武力威胁并未减少 并且补充说 16架中国战斗机在台湾北部越过了台海中线 在这一背景下 美国五角大楼高级官员称 华盛顿对大陆可能对台湾动武的时间表的评估保持不变 美国国防部政策事务部副部长卡尔说 五角大楼认为中国大陆不会在未来几年 试图以军事情动夺取台湾 这一评估保持不变 卡尔说 很明显中国正在试图胁迫台湾 并且试图胁迫国际社会 我要说的是 我们不会上钩 这是不会奏效的 美国陆军上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 在去年11月说 虽然中国的军事能力足以夺取台湾 但它在未来两年这么做的可能性不大 卡尔说 很显然 北京现在所做的就像是切香肠一样 试图一步步的改变台海现状 他向媒体透露 未来数周美国军舰将前往台湾海峡 尽管如此 在台湾的跨国企业还是感到担心 有一部分外企正在制定撤离资产和人员的计划 以防止中国大陆袭击台湾或是封锁台湾 在台湾的美国商会主席表示 这些公司正在监测和分析地缘战略变化 同时为员工制定相应的应对策略 准备在台湾被封锁时改变供应链 美国的安全顾问公司Global Guardian 告诉美国媒体Politico 已经有7家财富败强公司 向他们咨询从台湾撤走人员 基础设施和资产的触发因素 该公司的CEO称 这些跨国公司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件事情 因为他们不想发生在俄罗斯刚刚发生的事情 他们在俄罗斯已经损失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资产 两岸关系十分紧张之际 台湾最大的在野党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 周二证实将于本周三 8月10日率团访问大陆 有传言称国民党此行可能会见国台办主任刘洁一 中国海协会会长张志军等中共高官 国民党证实夏立言确实有访路行程 但是没有所谓的访问北京会见高官的事情 国民党指出 这次夏立言率团访路行程是国民党主动安排的 最重要的是要关心所有在大陆工作求学和生活的台湾同胞 了解他们的需求和问题 同时传达台湾的农渔民中小企业目前所遭遇的困境和新生 国民党表示夏立言访问团此行 集中在福建广东以及长江三角洲地区 没有访问北京的安排 国民党表态一定捍卫台湾民众的安全与福祉 维护两岸及区域和平 国民党说 蔡英文日前才表示 对两岸建设性的对话抱持开放态度 台湾九大工商团体日前也呼吁 两岸当局应该以民生经济为重 避免冲突 国民党称此行就是为关心在大陆的台湾民众的福祉 为台湾发声 不会谈及任何政治性议题 在西藏报告了首次疫情爆发之后 西藏当局周二关闭了最著名的景区布达拉宫 开始实施区域封锁 并且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核酸测试 在周一 拉萨有18人核酸检测呈阳性之后 一些中度或高度风险地区已经开始了为期五天的封锁 当地官员说 此次疫情的源头为输入性的奥米克戎BA亚变种病毒 并且由于家庭聚会而迅速传播 感染者从日喀则前往拉萨参加葬礼时感染了其他家庭成员 在拉萨发现的首批18位新冠感染者中 10名为日喀则市民 周一日喀则防疫小组发布公告称 因为日喀则防疫形势严峻 日喀则全市实施静默管理 人员不进不出也就是封城 暂定实施三天 而拉萨市也于周一晚间发布公告 对中高风险区域实行静态管理 低风险区域的人员在市区流动 则必须持48小时内的核酸阴性证明 西藏疾病控制预防中心表示 拉萨和日喀则已经开始了第一轮大规模核酸测试 第二轮计划于周三进行 拉萨的主要旅游景点包括布达拉宫 大昭寺等于周二早上起关闭 直至另行通知 这是西藏自2020年1月发现一例病例以来的 首次出现本地疫情 当年的一例病例是从武汉前往拉萨的输入型病例 两年多来 在世界各地不断放宽疫情政策的同时 中国始终坚持动态清零 虽然最近几天 一些海外入境中国的限制有所放松 但是北京誓言在二十大之前 仍然要坚持清零政策 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表示 疫情控制工作是一项巨大挑战 但是当局将努力迅速消灭疫情 减少对经济的影响 西藏的经济严重依赖旅游业的收入 布达拉宫则是西藏最著名的景点 每年接待百万人次的游客 对于偏远的西藏地区来说 医疗资源十分有限 控制疫情绝非易事 拉萨市西藏人民医院周一宣布 鉴于疫情的严重程度 暂停所有门诊 特殊门诊 健康检查和普通医疗服务 医院还拒绝普通病人进入急诊室 要求重症患者才能前往急诊室 西藏当局在拉萨 日喀则和东部城市昌都 建立了各有4000多张床位的方舱医院 有几家医院被指定 用于治疗新冠重症患者以及老年患者 与此同时 中国报告了828例新的国内新增病例 主要来自于海南岛 海南已经对部分城市进行了封锁 特别是在热门旅游城市三亚 导致数万名游客滞留当地 这些游客需要滞留7天 进行5次核酸测试 均为阴性后放客离开 三亚报告 周一新增了186例确诊病例 以及227例无症状感染者 自8月1号以来 累计报告了800多例新冠病例 在中国严格的疫情措施之下 中国重要的经济支柱 房地产一直难有起色 与以前的炒房热相比 现在中国政府则是需要重重加码 来吸引市民买房 北京日报周二报道 河北省廊坊市取消了所有购房限制的措施 以提高购房者的买房兴趣 这是自去年中国房地产危机爆发以来 中国第一个取消所有购房限制的城市 拥有550万人口的廊坊市 还敦促银行降低住房公积金的最低首付 帮助市民买房 最新调查显示 中国7月份的房产价格和销量 均较前一个月进一步下降 而廊坊的房价已经连续7个月下跌 廊坊市关于支持房地产行业良性循环的最新6条措施中 还包括对北京郊区的燕郊和雄安新区周边县市 也取消非本地户籍居民的限售年限要求 还北京楼市在2016年曾经一度非常火爆 不到一年时间 包括廊坊在内的环京区域房价基本翻倍 燕郊新房单价达到4万元人民币以上 廊坊从2017年开始限购 要求非本地户籍购房者需要三年连续社保或者个税才能买房 政策出台后 北京购房人群大幅减少 市场成交规模急速回落 业内分析人士认为 此次廊坊正式取消限售限购预计能激活市场 为下半年其他类似的城市放松楼市政策提供导向 同时也有望盘活二手房市场交易 廊坊对周边城市 比如唐山 衡水 承德等环京城市的楼市政策 同样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中国的芯片产业又有三名高管被调查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周二通报 负责管理国家芯片大基金的华兴投资管理公司 原总监杜洋 投资三部的副总经理杨真帆 以及投资二部的原总经理刘洋 涉嫌严重违法均被调查 自此今年7月以来 国家芯片大基金相关高管 已经有6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带走调查 华兴投资管理公司 由中国国家开发银行 全资子公司国开金融出资45% 是国家芯片大基金的唯一管理人 今年7月14日 华兴投资原总裁陆军 以及大基金的子基金 深圳红太基金合伙人王文忠 同日被带走 大基金总经理丁文武则在7月下旬 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 周二最新宣布的被调查的三人中 兼任十多家半导体企业董事的杨真帆 实际在7月底已经被带走 但是直到今天才正式被调查 而负责大基金的芯片设计类投资的刘洋 则是在8月2号被带走 刘洋不是中共党员 目前正在接受北京市监委监察的调查 还有一位杜洋则是在8月8号被带走 他此前是华兴投资的投资总监 和上海分公司的经理 和华兴投资原总裁陆军共事多年 中国有一半的省份坚称 今年的区域经济增长目标可以实现 即使北京对全年的GDP目标的语气 已经有所缓和 分析是指出 这对地方政府来说是一个十分困难的挑战 包括要做出更大的努力 在今年余下的时间里 稳定外来投资贸易和私营企业 同时要促进基础设施支出 根据各地政府网站上的声明 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中 共有16个地区誓言要确保或是努力实现 今年早些时候制定的年度社会经济发展目标 这被广泛认为是一项政治动员令 表明中国政府不仅热衷于实现一定水平的增长 而且在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前 促进经济发展将成为评估地方官员政治表现的一个关键指标 经济学家指出 就目前而言 主要经济省份要实现其年度经济增长目标十分有困难 根据2022年上半年的增长率 中国主要经济驱动力的省市 必须在7月至12月期间实现8%左右的经济增长 甚至更高才能实现其年度目标 这些主要经济驱动力的省市 包括上海、北京、广东、福建、江苏、山东和浙江省 这7个地区在今年上半年 总共占全国经济产出的近46% 但是在这些地区中 有四个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在上半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上海、北京和江苏甚至在第二季度 分别经历了13.7%、2.9%和1.1%的收缩 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在上个月 与沿海五个发达地区的地方官员召开会议 呼吁他们用尽一切手段稳定生产和就业 并且在国家经济复苏中发挥领导作用 经济学家指出 东部省份是今年上半年全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阻力 只有东部无省两市在下半年努力 令经济增长率明显高于上半年 全国的经济才能争取最好的结果 以上就是今天中国财经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